多類別預測模型 那在我們上這節課以前 就是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們現在 在這個 預測公式的右手邊 長得每一個 目前為止每一刻都長得一模一樣 都是 Beta0加上Beta1X1加上Beta2X2 以此類推下去 可以寫成矩陣式 那我們的左手邊 現在有兩種Type 一種是 把它預測成一個 直御到 從負線大到正無線大的連續變相 這個叫線性回歸 另外一種是 左手邊是0或者1 這是一個二類別的分類任務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教的是 我們想要 把Y的屬性擴展一下 我們希望他也可以做多類別的預測任務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們今天教學的重點 就是希望擴展這個等式的左手邊 擴展等式的左手邊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這個我們先讀個檔 好我們先讀個檔 好檔案讀進來以後啊 我們現開始之前 我們複習一下我們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的矩陣式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大家沒有問題嗎對不對 我給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 Y等於XB加1 這個XB這兩個矩陣相乘 X矩陣長這個樣子 就是 第一個人他的擷具 擷具都是1 Y都是 第二個 就是他的 爸爸的身高 爸爸的身高 1爸爸的身高 那這一個 Beta0就是擷具 Beta1就是 爸爸的身高的斜率 那 矩陣乘法的時候 相當於做這個跟這個 這兩個向量內積 然後 加起來之後再加上個Arrow 就等於他實際值 好我這邊問一下大家 我來確定一下大家 這個 給大家一些加分的機會 確定一下大家這個 就是 沒有忘記 為什麼這個矩陣這裡要放個1啊 他的意義是什麼啊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一下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為什麼這裡要放個1啊 沒有人記得 沒有人記得 好 那我再問大家一件事情啊 這個Beta0是什麼意思啊 Beta0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要講的 舉手一下啊 哇 今天是會舉手的人都不見了 是不是啊 好 這會舉手的人都不見 那就用N好了啊 用N Beta0是什麼意思啊 用N 我加個那個 什麼加個易鴻 給你加分的機會 對不對 都給他機會啊 真的都沒有 這樣我們交不下去 來來請講 Beta0是有或沒有 Beta0是有或沒有 對 Beta這個矩陣 兩個都是回歸系數 沒有問題 Beta0不是有或沒有 來我現在好好的解釋一下 我們這樣看起來 我們的教學 遇到一些狀況 我們看一下第四課好不好 確實遇到一些狀況 因為 直接看矩陣式 看起來大家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欸 為什麼每次都這個樣子啊 他現在為什麼 他現在為什麼都 他現在為什麼都 他現在到底為什麼 都會這個樣子啊 我試一下 等我一下喔 他現在都 覺得這個 這台電腦的 Chrome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老是覺得我們那個評證沒有過 好 算了算了算了 我來 我現在 我們現在寫黑板好了 我們讓大家 複習一下啦 如果我們寫了這個 四字如果寫了這樣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辦法 比較容易接一下 Y塔等於Beta0加Beta1X1 好 如果四字寫了這樣的話 大家覺得 Beta0是什麼意思啊 常數 常數 有人講常數很好 常數的意思是什麼 好你可以加一分 但是常數的意思是什麼 常數就是 結局 是啊 那可不可以再把結局講清楚一點 什麼叫結局 好了 就是當X等於0的時候 Y的數值嘛 對不對 好如果這是 如果現在這個四字 是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這樣Beta0的意思 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X是爸爸的身高 Y是兒子的身高 這樣Beta0的意思 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爸爸的身高 會0的時候 兒子的身高多少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結局嘛 對不對 我們標準定義 就是當X等於0的時候 Y的數值是多少 那就是結局 這樣可以嗎 好可以 好 那Beta1是什麼意思 大家想一下 Beta1是爸爸身高 對兒子身高的血率 可以嗎 好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這個四字 這樣我們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裡要放1 因為你的Beta矩陣 你的Beta矩陣是Beta0和Beta1 對不對 你的方程式最後 重點不是現在矩陣長的什麼樣子 重點是你希望 等一下我們矩陣成完之後 它的四字長成 我黑板上的樣子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拮据的成像一定就是1 因為1乘上拮据一定就是拮据本身 那我們矩陣的乘法 本質上是向量內積 我們需要有一個東西 去跟它相成之後 之後它才能加起來 所以這裡我們都要放1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答案嗎 好請大家記住這件事情喔 我們隨時都要check一下 就是大家就是 是不是真的理解矩陣 為什麼要放來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大家理解 整個矩陣式 線性回歸矩陣式長這樣了嗎 可以嗎 好 那求解的過程 抱歉求解的過程 我今天真的是沒有空 再幫大家解一遍 大家如果忘記的話 回去看第四課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想要算Beta 到底等於多少的話 XY是以致數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把Beta計算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可以接受嗎 就是中間的過程我跳過了 因為我第四課講過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嘗試一下 如果我們同時想要預測 我們的Y 我們現在要用 你們是遇到了什麼阻礙 我一定會停課 是下個 是下一節課停課 可以加分嗎 下一節 下 就是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不上課 我剛剛就心腐式去上課 我們剛剛就心腐式去上課 你 反正 好了 我們現在不要責備你了 你講心腐式的意思 是叫我不要責備你嗎 沒有 沒關係 那 我現在來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 現在這個方程式 我是不是 就是 我如果想要用 我如果想要兒子的身高 預測爸爸的身高 應該是可以的嘛 對不對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對不對 那如果我同時想要兒子的身高 預測爸爸的身高 也要同時預測媽媽的身高 這式子可不可以 可以 我可以做兩個式子 我可以做兩個 一模一樣的式子 對不對 就是 我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把 Y 輸入爸爸的身高 X 輸入兒子的身高 這樣我是不是就建立了方程式1 這個是 用兒子的身高 預測爸爸的身高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 接著我如果把 Y 改成媽媽的身高 我是不是又可以建立 第二條方程式 用兒子的身高 預測媽媽的身高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想 沒有什麼反應 應該是可以接受吧 就是兩個方程式而已嘛 真的可以嗎 他不會影響 他不會影響 我分開預測不行嗎 有這麼 我不能分開預測嗎 可以 我應該可以分開預測吧 對不對 對阿 我應該可以分開預測 好 那我現在這邊舉個例子 我現在想要用年齡 預測 心跳 也想要用年齡 預測PR PR是 心電圖的一個參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要怎麼做喔 來 你仔細看喔 我現在 直接把 x這個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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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長成什麼樣子 x這個矩陣是不是就是一個標準的x 這個x矩陣 這個第一個column是1 第二個column就是年齡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y矩陣長什麼樣子 這個y矩陣啊 它的第一個column是 第一個column是心跳 第二個column是pr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還繼續 我們前面解出來這個beta這個矩陣怎麼求 就是x t乘上x x轉至矩陣乘上x 求反矩陣以後 再乘上xt 再乘上y 對不對 好 可是啊 當初我們做的時候 這個y啊 都是只有一個column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直接 嘗試一下 我們直接 不要改y 我們直接 做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你發現其實他還是可以求對不對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還是可以求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我們分別做 線性回歸 我們用x來預測rate 和x來預測pr 我們得到回歸係數多少 79.509 0.07 完全一樣對不對 完全一樣 是不是完全一樣 來 那pr咧 完全一樣 回歸係數完全一樣對不對 好 我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問題值得加5分 如果講到正確答案 錯了2.5嗎 錯了2.5 要看 答到什麼值得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答對的話 這個代表你真的完全理解 我們現在在幹嘛 好 這個y 為什麼可以擴展 為什麼y 我輸入一個column 跟輸入兩個column 答案 完全一樣 他憑什麼可以擴展 在前面推倒的時候 這看起來像可以擴展那樣子嗎 下 為什麼不行 對 為什麼不行 你要 我講出來就我加5分啊 對不對 有沒有人要回答 有 我已經問啦 好不好 舉證裡面本來就可以加 舉證可以加資料 啊這麼複雜 舉證懲罰 為什麼 憑什麼 這個 舉證 是這樣隨便你想加就加 來 為什麼他都完全沒有影響 有沒有人要 講一下 欸為什麼沒有影響 結合率 大概 大概不會是這個答案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當初怎麼求解的啊 來 這我們當初求解的過程啊 欸大家看一下這個當初求解的過程 你們覺得看起來像是 你們覺得看起來像是 Y可以亂改的嗎 我現在 這個Y看起來像是可以亂改的樣子嗎 可是剛剛 事實證明可以亂改 事實證明可以亂改 這個 這個Y這樣看起來 當初我們求解的時候 這Y看起來像可以亂改的嗎 小和 有點簡單一點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太難了是不是 對 加一分就好 那我們用個加一分的答案 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在這整個計算過程裡面 在這整個計算過程裡面 顯然前面跟Y無關對不對 沒錯 顯然前面跟Y無關 沒錯 那所以我們乘到這裡為止 我們來看一下它長成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我們先乘到這裡為止 我們看一下它長成什麼樣子 好 欸 這個我們看 Dim Dim 欸 等一下等一下 好 這個東西它是一個 就是它是一個 Test 這個矩陣 好 那我們來看它的Dim 它的Dim 是2乘以4446 Dim 就是它的矩陣的那個 那個 就是 Number of Rule Number of Rule 這樣可以吧 好 來 2乘以4426 這個存到這裡的結果是2乘以4426 那 所以乘上Y 它乘上Y就是答案了嘛 對不對 好如果我一次只放一個 如果一次只放一個 那個Colum的話 那這個Y 維度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44646乘以1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兩個咧 446乘以2 所以它會變一個2乘2的矩陣 所以它會變一個2乘2的矩陣 對不對 所以它們會互相影響 你多加Color的時候會影響前面嗎 不會 真的不會影響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在做 你在分別做那一集 對不對 真的不會影響 對 真的不會影響 這樣可以嗎 加分 我們不斷的提示 然後 就這麼簡單 會影響 會影響 欸欸 真的不會影響啊 欸你們稍微 欸你真的是 你們在幹嘛 加分吧 加分吧 他們真的是亂講欸 真的是 這個 附和都沒有辦法會欸 這個 真的不會影響啊 舉陣 真的 你這樣 你分別內積為什麼會有影響啊 我剛剛都說真的不會 你說真的不會 可是我這樣子問兩句 你就沒有辦法堅持啊 好啦 真的不會影響 好啦好啦 我們現在自己摸了良心啊 好不好 剛剛真的覺得不會影響的 等一下自己跟助教講說加一分啦 好不好 這真的只能加一分 你也覺得 你摸著良心講 你也覺得不會是不是 我摸一下我摸一下 好 你的良心看一下在哪裡 好 所以 所以我們 講一下 所以 我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至少經過我們這一個 至少經過我們這一個 就是 嘗試以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Y啊 它是可以擴展的 我一次可以做出很多個 線線回歸的預測 他可能不能做邏輯式回歸喔 因為我們 我們上個禮拜解邏輯式回歸的時候 我沒有帶你們這樣解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解析解 這個是可以確定的 我可以跟你們講 下保證 邏輯式回歸沒有解析解 但是我們當初在做線線回歸的時候 他可以提出一個公式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解析 你可以叫公式解 這樣可以吧 那 所以至少線線回歸 他的Y是可以同時做多個的 然後不會影響他的解析解 這樣可以接受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 講重點啦 來 顯然我們現在可以透過X 同時預測多個Y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某種方式 來預測多類別的狀態 什麼叫多類別的狀態 什麼叫多類別的狀態 據來說 我們現在的AMI 我們現在的AMI 他其實是 我們來看一下AMI 是這個就是心肌梗塞的意思 總共有三種屬性 第一種是這個病人有 我用table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總共有1000個病人他不是心肌梗塞 有168個病人他是 non-stemic這種心肌梗塞 你就把它想成Desease 1好了 有255個病人他是 stemic 這第二種心肌梗塞 好 所以啊 我現在希望直接對他做預測的時候 我... 三個Y 對三個Y 他的表述方式 我可以把它表述成這個樣子 我們不要管程式怎麼寫的 我們請你看著他的表述方式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第一個類別 也不是第二個類別 他是第三個類別 這個意思就是 他是第一個類別 他不是第二個類別 也不是第三個類別 所以我們的Y矩陣啊 他應該要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編碼方式 這種編碼方式叫One Heart Encoding 你可以叫他讀熱編碼 讀熱編碼這個翻譯 非常的奇怪 反正他的翻譯就是翻成這樣 這樣有一個標準名稱叫One Heart Encoding 就是 你把一個變相變成一個編碼方式的時候 你保證他的 他整個 就是 他一個人他只有一個E 剩下都是零 那那個E的位置就是他有東西的位置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所以 大家注意這個矩陣的樣子喔 注意這個矩陣的樣子 這個矩陣需要有一些特性 特性就是 大部分都是零 只有一個地方是E E的地方就是我要的地方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你記住這件事喔 記住這個限制喔 記住這個限制 我們要把他往後推喔 當我們看這個方程式之前 我們先往前一下 我們先思考一件事情 好 沒關係 因為你現在馬上看這個當然看不懂 所以我現在要 帶領大家思考 請問一下 一樣這個問題是一個可以加一分的問題 請問一下 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這個 這個方程式Y 它是可以擴展的 擴展到三維擴展到四維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請問一下Y的職域 是多少到多少 0到1 好 你講0到1 那你同意嗎 同意 有沒有人不同意的 欸我現在在說線性回歸 為什麼它是0到1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X 好請講 無限大到0到無限大 0到無限大 0到無限大 好像還是錯的欸 無限大到負無限大 對啊是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你們要仔細想喔 X的職域是多少 可以 可以 欸你們 你們講了 你們常說了一堆答案 然後這樣我們大概是很困難啊 這個 講錯兩句 這個你們還有其他加分的機會 你們還有其他加分的機會好不好 這個太誇張了 欸這個題目我已經問了 不知道第幾次了 雖然 這個代表著我們這個 我講錯欸 我這個題目齁 大概在這學期齁 我大概已經問了 也許第三次第四次啦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會答對 有時候會答錯啊 這個 沒有啊 有時候就是沒有 沒有記不太清楚 我需要 我需要你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知道這一 知道我下一次在講這一題的時候 值域就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好 來這個 x的值域是多少 是多少 負線大到正無線大嗎 你想要輸入什麼都可以對不對 啊 beta的值域也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啊 所以 兩個負線大 兩個時數率的東西相乘內積 這一定是一個 負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的東西嘛 我又沒有取什麼 conential 那它就變0到無線大嘛 對不對 我什麼 這種函數我都沒有用啊 再加上個 負線到正無線大的東西 它顯然是一個正無線大到負線大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啊 我的 我的Y 我的Y 顯然最後是 0 有一些限制 它有兩個限制 第一個是 它要嘛是0 要嘛是1 第二個是 它加起來只能是1 它加起來只能是1 跟上一節課的限制不一樣啊 上一節課的限制就是 它要嘛是0 要嘛是1 但是它只有自己 所以它沒有什麼加起來要是1 之類的東西 這一次我們的限制變成了 它 加 它 它這個 它不但有時候是0 有時候是1 它加起來還要是1 多了一個限制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個轉換函數 我們要設計一個轉換函數 我們要設計一個轉換函數 聽得懂我的目標喔 我們要設計一個轉換函數 把一個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的東西 透過一個轉換之後 它的 值域 必須介於0到1之間 並且加起來要是1 有什麼函數可以用 LOG 欸你動點腦好不好 你喊個指數吧 LOG 再起來要是1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你負 你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然後你跟我講 取LOG 會可以轉換成 可以轉換 你負 你負數怎麼取LOG 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15級分的 15級分的教我一下 Sorry 15級分的教我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 交不了 交 有問題是 我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這個 我數學 我也不知道我數學幾分啦 但是 顯然不會是只有15啦 但是 這個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LOG 要怎麼取複數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取複數啊 我們現在也不要跟大家炫耀 我數學到底有多好 講這個沒有意思 好不好 我給你幾分 我1分 喂 你真的不要亂喊 好不好 就是指數啊 指數我們 商傑克 我們商傑克 我們商傑克那個 函數裡面不是只有指數這個 不是 你先把東西變成0到無限大嘛 你這樣才方便解決啊 好不好 好 注意一下喔 我們 我們現在把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的 輸出 我們先加上個指數 我們這樣指數 最好的指數就是 自然數為 自然數為 自然數的指數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 為什麼要用 為什麼要用自然數 當作那個 來 好請講 來你們講 你們講出來答案 你為什麼不要用2的x四方 為什麼要用 這個1的x四方 你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要用1 蛤 有拉數的什麼特性啊 你講出來啊 有拉數的特性是什麼 來有沒有人要講 我上節課有講喔 我上節課有講 為什麼大家喜歡用油拉數 來講 你先舉個手 你先舉個手 還沒有想到答案 你會怎麼講啊 就是 欸 來 後面的 後面的你講 我覺得你應該會 你要不要講講看 比較好為分 沒有錯啊 就比較好為分 你現在沒有錯 好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 這個 這個 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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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 等一下 我們就問你 你答對了好不好 你決定其他同學可不可以加分 可以啊 好啊 他說可以就可以 好不好 他決定要分享他的答案 跟你們 比較好為分啊 欸我跟你講 因為放哪一個數字期都可以 可是 你如果用 有拉數的話 等一下為分的時候 比較好為啊 因為 我們已經看出來了 我們這一節課 我們應該很看得出來 我們到時候要需要優化 他是不是有講 真的有講 真的有講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忘了 對不起 你上次沒有來我們 我們有線上課程啊 去拿冠軍 對不對 你去拿了什麼冠軍 醫學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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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 桌球冠軍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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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杯冠軍 大概我們是很難認同 可以加分啊 好不好 那邊幫你自己有打 蛤 好好好 那個那個 桌球為什麼會有AI在比賽 桌球為什麼會有AI在比賽 桌球為什麼會有AI 不是有機器啊 我看有機器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再講廢話了 我們課上不玩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 所以 我們現在指數 用這個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了喔 是 油拉數為底喔 油拉數為底 好那下一個 問題就比較簡單 我希望他加起來是1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全部都是正數囉 注意 我現在全部都是正數 對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 這個的預測 加上這個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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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這個的預測 然後 第二個數就是分支 第二個的預測 第三個數就是分支 第三個的預測 所以 這個函數是不是就 這個函數是不是就 應用而生了 這個函數的設計 是不是 當你理解那個原理以後 你就發現這個函數的設計 一點都不難 為什麼 因為首先 你要先指數化 指數化以後 所有數字 都會是大於0的數字 當你變成大於0的數字 以前做這件事情 他可能不行喔 你就會出現 -1加上2加上0 加起來也是1 對不對 你直接做 Sigma分支 就是 Sigma分支 這個操作 的確會讓全部加起來是1 但是如果 裡面不是全部都是正數的話 如果裡面不是全部都是正數 你就會出現 這個數字可能是-1 這個數字可能是3 這個數字可能是-1 這樣加起來還是1 對不對 可是如果裡面全部都是正數 你在做了Sigma分支 這個操作的話 他就會保證 這裡面全部都介於0到1之間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先 先指數化 然後再指數化結果 再做Sigma分支 1 這整個組合函數 我們叫做Softmax 這就是一個 我們等一下拿來做 多分類任務的一個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大家聽懂 大家要記住喔 你看著這個函數 你一下子你會覺得不好記 當然你在聽聽我剛剛講那一整套 他為什麼被設計出來的 這個應該不太需要被 你如果理解 他是怎麼產生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 這個你要再寫出它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理解了嗎 就是先指數化嘛 對不對 但指數你要選哪個數為底 當你沒什麼好想法的時候 選油拉數大概不會錯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微分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樣可以齁 那第二個是這個 呃就是 呃就是 呃那你需要 加Sigma x分之1這個函數 好那這一個函數 我們 等一下要求微分嘛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求解過程 都是用T度下降法 T度下降法需要微分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分開微分 之後再用連鎖率把它組合起來 這個前面幾節課 我們在示範微分這個工具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示範非常多次了 好 然後 Softmax函數的微分 大家看一下 來 你如果覺得很難的話 我們來 我們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這個 Softmax函數 你有沒有發現它非常像 Sigmoid函數 就是前面 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的這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 我現在 我現在 講一下 如果你們可以看的 如果這個問題也值得加5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這是原來的Sigmoid函數 這是Sigmoid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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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Softmax函數 你們現在有誰 告訴我 你們現在有誰可以講出來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 長得像在哪裡 仔細看 你們會發現 它其實長得很像 來 看著它 我現在把這兩次寫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這兩次其實長得很像喔 講得出長得像在哪裡 加5分 我第一次寫的嗎 Sigmoid函數 1的i四方 i等於1到 這個 i等於1到 這個 n方 好不好 然後分之1的 i 對不對 然後跟這個函數 1加上 1的 分之1 分之1 好 分之1 這兩個函數相在哪裡 我 好 這樣 就是從成 把那個除以1的愛次胞 把上面一起除以1的愛次胞 我這樣會這樣 我應該這樣 這樣會變成1 那他除出來 那我們現在把它寫這樣好不好 我們不要寫4個吧 那他會有一個是1啊 這樣好了 我們把這邊寫成就是x1 x1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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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上下同除1的x2 1的x1上下同除 他這樣就會下面一個 好啊 我現在除給你看 我現在除給你看 你現在跟我講上下同除 那我們這邊除完就1嘛 這就1嘛 加上1的x2 除上1的x1 -x1嗎 x2-x1 你說這邊改x2-x1 對啊 那這樣像在哪 這樣 差不多吧 這樣的確很像耶 可是還可不可以再給一點 那 可是這個函數 我們不是說這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要相等啊 我是說 我們在做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它可以把這個式子看成是 某個這樣的式子 那個是1的 -x嗎 -x -x 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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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這樣跟你講 好了 你現在告訴我的是 這兩個式子有關聯 這個我同意 這兩個式子有關聯 可是我希望 你把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Sigmoid函數 把它解釋成Softmax的樣子 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解釋的非常清楚對不對 你有沒有辦法把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Sigmoid函數 把它轉換成上面這個式子 Softmax的形態 好 跳Softmax這個頁面 來 我們來看 有人看得出來嗎 怎麼怎麼樣 他們看起來確實很像 很自律的 蛤 不要 我們 你們如果仔細看一下 他微分之後的樣子 是不是跟Sigmoid函數很像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兩者一定有非常 非常非常接近的地方 好 我看 大概是很難看出來啦 來 我跟大家講你要怎麼看 來 如果我們想要把 Logistic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它本來的方程式寫成這樣 對不對 我們一個 它是一個二類別的類別變強 二類別的分析 對不對 如果二類別可不可以做Softmax 那二類別可不可以 也轉換成這個樣子 做Softmax 可以嗎 可以 應該可以吧 那你覺得它輸出會長怎樣 它的輸出就會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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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把下面擦掉 你這樣往下降下去的話 你就解釋不了 所以它的輸出應該會長這樣 對不對 它 對於 這個 對於 Y等於 Y等於0的話 它可能會長這樣 Y等於1的話它會長這樣 1的X2四方 分之1的X1 加上1的X2四方 這樣可以嗎 然後X1跟X2都是自由數 就是負線大的正五線大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然後你把這個方程式 你把這個 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樣子你要直接看過去太平 好 你需要先把這個負號給消掉 兩邊同層 上下同層 1的X四方 上下同層 1的X四方 等於 1的X四方 加上1 分之1的X四方 這是不是越來越像 對 對不對 再加一個東西 你可以把1 換成1的0四方 你可以把1 換成1的0四方 好 你這樣換完之後 我們來解釋一下 它跟Softmax的觀點性 來 本來啊 本來你的 你的output 本來你的output 如果你 邏輯之位 會使用那個方程式解換 你應該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就是你的X 可能有可能 這邊-2 這邊是1 然後這邊-3 然後-7 類似這樣子 你可能會得到很多 因為是兩個限制回規 分開解完 對不對 分開解完之後 你會得到這樣子一個 然後過Softmax 得到它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在這裡的話 它相當於強迫某一個是0 強迫某一個是0 另外一個是0 因為它不給它自由度 它相當於我只做一邊的預測 相當於我只做一邊的預測 相當於我只做一邊的預測 我強迫一個是0 強迫一個東西是0 好 你強迫一個東西是0 來我現在問大家一個事情 這裡 你一次可以預測兩個數 它你強迫某一個數字是0 強迫某一個數字是0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邊 這邊是 這邊可能是-3 這邊可能是-10 這邊可能是-10 這兩個有完全一樣嗎 對啊 半邊 半邊一樣而已 那如果你考慮到Softmax函數的特性 這兩個有完全一樣嗎 我現在問一個事情好了 我們要問一個關鍵 講得出這個問題的關鍵 講得出這個問題 我現在我都已經解釋這麼多了 我要問到核心問題的關鍵 這是我們看的Softmax函數 他一次會預測兩個值對不對 現在他預測一次會預測兩個值 那如果我只用logic regression 預測他想只能預測一個值對不對 預測兩個值跟預測一個值的答案 應該預測兩個值的答案總共會會比較多吧 而且多很多 對不對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對應到Y 同時預測兩個值跟同時預測一個值 他們的答案應該會 他們答案應該會 不是會很不一樣 預測兩個值的答案應該會 種類會多很多 所以 他們兩個要怎麼樣看成 是全相等 他們可以用兩個值 預測兩個答案跟預測一個答案 要怎麼看成全相等 怎麼樣從數學上認為他們是全相等 仔細看Softmax參數 然後回答我 如果我講出來的話 來後面那位數學很好的 我看我只能指望你了 就是你啦 不要看別人了 你看得出來嗎 他可以帶0進去 不要再帶數字了 我說我現在問題很清楚 兩個 預測兩個東西和預測一個東西 他憑什麼 我可以跟你講 預測一個東西等於預測兩個東西 預測一個東西的自由度 真的真的是自由度 他就是在X軸上面隨便畫而已啊 他預測的點就是在X軸上面隨便點一個點而已 這是他預測的自由度 你同時給他兩個東西 output 他就在一個平面上 他就在一個平面上 要預測什麼地方都可以 你憑什麼說平面等於線呢 講不出來非常好 我來跟大家講 這一個 這一個的自由度 比你想像中的小杯長 非常多 因為他必須經過Softmax含數對不對 他必須經過Softmax含數 我問大家一個事情 EXV 1的 大家仔細看喔 1的2次方 除以1的2次方 加1的2次方 和1的3次方 1的3次方 加1的2次方 這兩個 你們看得出他相等嗎 同儲 同儲 自由數啊 同時 ヨ拉樹啊 他們兩個完全相等 對不對 他們兩個完全相等喔 聽得懂我意思嗎 這兩樹 這兩樹完全相等喔 所以說 原來這兩個 原來這兩個 他們 你出 兩個 你看起來好像組合有很多 實際上他們唯一 對Soft 預測結果有影響 只有他們的差距 只有他們差多少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要輸出成Softmax的機率 你是輸出2和1 還是輸出3和2 答案就是一樣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他的自由度其實只有1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我可以跟大家講 邏輯思維規是Softmax regression的一個特例 這樣配齁 好 我覺得 就是 一時間 你現在看我數學 太難了 回答數字了 所以他只5分阿 5分的題目 有可能 5分的題目 當然是不能這樣子 隨便便你講個 講個一句話 你就 就給你這個 就給你什麼 就給你加分 對不對 還想要加2.5分 但是不行阿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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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回答耶 大概沒有辦法 我們大概很難接受啦 好啦 我們不要再 我們不要再講廢話啦 所以 所以這個 微分之後 我現在時間不太多了 但是 這個 他微分 他本身其實就是 SIGMOID函數的一個特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微分之後 跟SIGMOID函數是很像的 這個我就不解了 好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我們 接著我們要定義損失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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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一個 值 3分的問題 又問 又問 3分 這一個 mlogloss函數 mlogloss函數 和 我們 這是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給Softmax 這個 Softmax Regression的損失函數 我們 我們的 邏輯是會規 我們的邏輯是會規 還記得最後一節 上一節課 我們最後講到 邏輯是會規的 損失函數是 cross entropy 對不對 cross entropy 我先問一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這個問題值一分 cross entropy 是怎麼來的 cross entropy 這個函數是拍腦袋就出現的嗎 不是 它是什麼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講 就是那個 當歪的語音史 我們會希望 這是你對它解釋 我現在就問大家 這一頁的上頁是什麼 這一頁的上頁我講了什麼 微分 顯然不是微分 好不好 這一頁的上頁我講了什麼 取log 什麼東西取log 那個 EI 這一頁的上頁 我講Softmax 怎麼可能 這是上一節課呢 這頁的上頁 這頁的上頁 真的沒有人 可見 你要講嗎 沒關係你講 真的不是 好 可見我教學的是很失敗的 我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教訓我們兩個 不會不會不會 我告訴你 因為這邊要弄懂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 好不好 我很高興大家願意給我反饋 因為我會知道這邊教不好 就是 損失函數 損失函數怎麼寫 我的第六課一直在強調 你要寫的時候 你要用最大蓋斯估計法去寫 你要考慮 那個分佈 機率分佈 是不是 跟現實世界是符合的 所以我的上頁 在講最大蓋斯估計法 我的上頁在跟你講說 你的分佈 這是二項分佈的那個 標準形式對不對 你的分佈長成這個樣子 你的分佈長成這個樣子 它的總機率長這樣子 所以取Log加負號以後 Cross Entropy必須要長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 既然你已經知道是最大蓋斯估計法了 好 加三分的問題 請你告訴我 M Logos原來的最大蓋斯估計法的方程式長成什麼樣子 機率累成 請你寫出這個式子 寫出這個式子 哪一個 寫出類似這樣的式子 最大蓋斯估計是 然後把它 然後告訴我說 那個最大蓋斯估計是跟這個M Logos是完全一樣的 它不是1跟0嗎 Y是1跟0沒有錯啊 所以它就會一樣嗎 後面數學也不錯的同學 你同意他講法好不好 好 沒關係 不同意 我老師幫你講了不同意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來仔細想一下 它的原理是什麼 如果 你很難去 從這邊開始 好你講 就是Sows Next 可以那個地點 Sows Next 好啦好啦 你不要再講話了 好不好 我們 我們 上課時間有限 我現在才教到第7頁 我們已經上課上一半了 來 來 你把 把問題想成這個樣子 箱子裡面有三種顏色的球 紅球 紅球5顆 藍球3顆 黑球2顆 請問一下 你抽到紅球的機率多少 50%對不對 對 抽到籃球的機率30% 抽到黑球的機率20%對不對 所以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抽到 你就只抽一次 你就只抽一顆球 你抽到 黑球的機率是不是就是20% 這個沒有問題 那今天如果你抽到 這個問題值得一分啦 好不好 來 按照我剛剛講的 50% 30% 20% 今天你抽到 兩顆紅球加一顆黑球的機率是多少 兩顆紅球加一顆黑球的機率是多少 你抽三球 你抽三球 裡面是五顆 裡面 我們把問題簡化 裡面有50%的紅球 那個紅球抽不完的 裡面有50%的紅球 加上30%的籃球 加上20%的黑球 請問一下 抽三顆球抽到二紅一黑的機會有多少 講出方程式不用算出來 不用算 講方程式 來請講 後面來 三分 你講出來就給你三分 來 C3取二嗎 只有C3取二嗎 只有C3取二嗎 再給你一點提示 機率的部分你講的沒有錯 0.5的平方乘上0.2的一次方 對不對 機率的部分你講的沒有錯 那C幾取幾的部分呢 C3取二 你總共有三個類別 來 三個類別你要分開講 紅球的部分是C3取二 沒錯 阿籃球你完全沒有取到 對不對 所以你要乘上C3取0 這是1 這個可以省略 這個沒有問題 黑球的部分你不能不算他 他也有C3取1 對啊 你這兩個都要乘 你不能二項分布的時候 你只算一個 然後另外一邊你就不算阿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那當然那個 C幾取幾的部分 是可以忽略的 C幾取幾的部分是可以忽略的 因為他的常數項 等一下球導含數的時候 他也會不見 不然你們算一下 不然你們算一下 你們算一下 數字嘛 好不好 對阿 所以我們算一下 他就回答完了 他回答 他回答完阿 他就少算 少算 一個 好 你們覺得少算了嗎 好 你們等一下 我們繼續上課 我們繼續上課 你們 你們好好思考 好不好 我們繼續上課啦 這個不重要啦 好不好 這個 等一下那個同學如果覺得 我答案有問題的話 不要過來找我 好不好 來 那個 我們先繼續算 好不好 所以他必須寫成 P的 P1的X1次方 加P2的X2次 欸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講錯了 P1的Y1次方 乘P2的Y2次方 乘P3的Y3次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至少在右半邊的機率是 這樣算的 然後要把它累成起來 要把它累成起來 所以你 然後要最大化 這是最大開始估計法 你要這樣算嘛對不對 然後 你需要把它 你需要把它 這個 就是 呃 就是你需要把這樣的一個 就是 呃 就是數字 你需要把這樣的一個數字 全部累成起來 要最大化 所以你要可以取LOG 那他就會變成 Y乘上LOGP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這個 這個部分 Y乘上LOGP 就是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取負號 因為你想要的是損失 你想要求最小值 所以你要加負號 所以MROGLOSS是這樣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MROGLOSS求微分的結果 是長這樣 這個我不想算了啦 好不好 這個跟 這個跟前面這個 cross entropy 求微分的這個結果 長得非常非常像 這個我就不想算了 結果就是長這樣子 蛤 蛤 我用球只是跟你舉例好不好 我是想要引導你 從最大概是估計法的角度 來思考這個 MROGOS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 他 組合起來的偏倒函數 我就 懶得繼續算了 好不好 就是我這邊只有用連鎖率而已 因為我現在時間 我已經現在只教到第七頁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會 這個花這麼多時間 在前面的課程 好 這個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對於XI來講 這樣的一個組合函數 它的 最後 這個LOSS跟P到X的組合函數就是P-Y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著 我們組合到這裡來講 L是P-Y L的損失函數到這裡 L微分 從LOSS微分到L 它 它的 那個 偏倒函數是 P-Y 那 如果我們要微分到 那個 B 我們要對B 求LOSS的微分 前面這一堆 我們可以先對前面這一大堆 求L的 微分 再橫上 對L求B的微分 這邊我再用連鎖率這樣可以嗎 這邊我再用連鎖率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運算這樣可以嗎 好 那 這一多 這一堆是P-Y 這個沒有問題吧 我剛剛已經示範過了 這一堆是P-Y 這裡呢 這裡就是 X本身嘛 對不對 它是矩陣所以你需要給他XT 所以這就是 整個損失函數 B的 偏倒函數 B的T度 這樣可以嗎 這是B的T度 得到B的T度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我們來嘗試一下 這邊有個範例資料集 這邊有個範例資料集 我們先得到一個X 我們先得到一個X 再得到一個Y 這個Y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100 010跟001 總共就只有三種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來用一下 我們來用T度下降法來求 來 T度下降法 我的B matrix 隨機起始值是0 隨機起始值是0 接著我把X乘上B等於L 然後我接著得到P 得到P了以後 我的B等於下一代的B 等於上代的B 減掉L 乘上B的偏倒函數 B的偏倒函數 前面 長成這樣子 XT乘上P-Y P-Y乘上XT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喔 好 所以我就會得到 過了很多代以後 這個就是我最終的B 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整個運算過程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有太大的問題吧 雖然程式也許看不懂 程式也許看不懂 但那個概念你要了解喔 我為什麼要 做這樣的運算 我為什麼要一直做這樣的運算 因為T度下降法 因為T度下降法 局部即止 你講很好啊 他有可能有局部即止 但是 我們 我們那個 上上捷克 上上捷克講局部即止 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你講出來 他還是有用 還有一個地方 是 因為你的 你手上有的Sample 所建構的損失函數 不見得跟真實世界一樣 不見得跟真實世界一樣 真實世界 因為你只是抽一小部分的樣本 你抽出來這一小部分的樣本 你所畫出來的損失函數 跟你抽一百個樣本 跟抽一千個樣本 損失函數 可能會長得不一樣 高低起伏可能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硬是要在 現有的樣本裡面 找到全局即止 其實也不見得有用 他到 他到那個真實世界的時候 不見得有用 好不好 所以你要分 樣本要區分 要分成Training Set Testing Set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好 我們得到 我們來做一下簡單的預測 預測要怎麼預測 BetaMatrix乘上X 兩者相乘之後得到L 對不對 L經過Softmax得到P 我們來看一下你得到的P 長成什麼樣子 來 來你看這個P 他第一個樣本 是不是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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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003 4.7 10 -12 所以這個顯然 他告訴你這個 最有可能是第一個選項 對不對 這個最有可能是第一個選項 依實類推 我們來看一下 MaxColumY 他就是告訴我們 最大的那個數字在哪裡 1 1 2 3 然後我們跟我們的 MaxP做Table 我們會發現 預測值跟實際值非常的接近 對不對 他總共只錯了兩個 他總共只錯了兩個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這個Softmax Regression 我求的還算蠻成功的 對不對 這個Beta 這個Beta 這個參數 看起來是有預測能力的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參數看起來是有預測能力的 對不對 好 接著我們來使用套件來進行 來從這邊看 前面你聽不懂就算 前面你聽不懂真的就算 從這裡開始你必須要聽不懂 因為不然你不會做作業 你我們就你不會做期末期末的報告 我們這裡就是你單純直接用套件來進行預測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用H跟QT 來預測Y 預測K的話 這是一個 現金回歸對不對 現金回歸你能不能用GLM NET 這個函數來預測咧 可以你這邊要給個FAMILY等於GOTION FAMILY等於GOTION 這邊有LONDA的預測 LONDA是什麼 我們現在先不要管 LONDA是什麼 這件事情 這是GLM NET裡面的一個參數 我還沒有教過LONDA這個超參數對不對 我從以前到現在我都沒有教過 那是因為我偷偷用了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我在第11課的時候才會講 我在第11課才會講它 那個時候我會跟大家介紹 GLM NET 是一個怎麼樣的方程式 它裡面有個超參數是LONDA 甚至不只一個超參數 還有一個叫LONDA的超參數 但是我們忽略了 裡面有個LONDA的超參數 這個等到我們第11課的時候再講 你只要知道我如果要做現金回歸的話 我如果要跟現金回歸的話 我這邊打LONDA 這樣我得到的結果 就會跟現金回歸的結果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嘛對不對 有小數點後七八位有一點點誤差 那是因為這是用T2向樣法解出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T2向樣法求的是近似解 這已經夠近似了 所以GLM NET 相當於它可以拿來做現金回歸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做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做 多這個Softmax Regression 但是你的Family這裡 所以你要告訴它是Martin Model 那個Martinomial 這就是多類別的意思 多類別的意思 好 你這個字你要記住 Martin你可以把它擺的話 就擺Nomial就二向了 那Martinomial就多向這樣可以齁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直接求出來的結果 這是我們剛剛的B Matrix 這是我們剛剛求出來的B Matrix 我們在預測的時候 我們已經證明了這個B Matrix 顯然準確度蠻高的對不對 好我們用套件來進行 預測 我還沒有Library Library GLM NET 好來 預測 來預測出來的結果是 210 0 點的意思就是0 210 9.1 -10 -6 這個Matrix 長的跟這個Matrix 差很多對不對 長的差很多對不對 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都是 為什麼都是 你講不同方法 你講不同方法 說都是正確答案 我不太能認同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方法 你可以接 欸你說 這個局部集職 那這個集職也差太多了吧 這兩個答案 好你剛講的沒有錯好不好 這兩個是 你如果 你如果不會了 我們就只加1分 就是這兩個的確都是正確答案 這兩個都是正確答案 但是 而且他們兩個用的是同樣的方法 你不能說一個是用套件 一個是用低路線的方法來求 他是不是有那個 變成0跟1 怎麼變成0跟1 你講那個奇怪的東西 我 也許 對啊 也沒有錯答案就在上面啊 但是 答案就是那個奇怪的東西造成的 Soft Max Soft Max有什麼特性 就是他會變成那個 加起來2 跟Soft Max加起來是1的特性沒有關係 來這兩個都是正確答案 這兩個都是正確答案 我來示範一下 為什麼 我說這是正確答案 我直接來預測 你會發現預測出來也非常準 預測出來也非常準對不對 所以我絕對不能說 這不是正確答案對不對 所以 顯然 這個是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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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正確答案 欸 講得很好 你只要加3分 好不好 至少你學會了 Soft Max是看差跡 所以 兩個矩陣 一個矩陣預測出來是2跟1 另外一個矩陣 預測出來是3跟2 他答案是一樣的 他答案是一樣的 你剛剛 他剛剛什麼 他剛剛哪裡講到差跡 我剛剛很早就講差跡沒有錯啊 我剛剛很早就講差跡沒有錯啊 我要看你們腦袋裡面有沒有想 有沒有磕進你們腦袋裡面啊 有 他磕進去了 這個我相信 雖然他做了很多嘗試 但至少他知道 Soft Max之前 Soft Max這個函數 只看結果的差跡 只看結果的差跡 這樣可以嗎 對 好 好 好 那 所以這兩個答案都是標準答案哦 好 那我現在要給大家練習啦 剛剛我是用 一個範例資料對不對 我是用一個範例資料 這是淵尾花會數據集 其中有50朵 A花50朵 B花50朵 C花 這同一個 這好像是同一個 數的吧 我來看一下 三個雅數 三個雅數 那他們花半長度 花二長度 花二寬度 花二長 長度都長不一樣 所以可以透過那些東西去預測 他是哪一個雅數的 花 我現在要請你 從 年 Rate 跟 QTC去預測AMI 請你直接用套件 來進行預測好不好 請你直接用套件 請你直接 跟著這條路做一次 你要用T2下降法做也可以 你要用T2下降法做也可以 那請你直接用這個套件做一次 我們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練習 我希望大家練習 然後得到正確答案 然後得到正確答案 好 那個 反正 這個部分 大家 就是 大家 沒有辦法做 那我就貼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貼一次完整的過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好 這整個過程是沒有問題的喔 我們用隨機的方式分成Training Set Testing Set 然後接著 我們 直接使用函數預測 預測之後 我們再用剛剛的結果來預測 來做一下這個 呃就是 呃分析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這個出來的舉證長很奇怪 這個出來的舉證長很奇怪 你會發現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舉證 你會發現 他總是預測 他總是預測 NavSemi是 所有數值裡面最大的 注意喔 這裡還沒有經過Softmax喔 這裡沒有經過Softmax喔 可是你 Softmax前跟Softmax後 最大的那個東西還是 還是最大的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這樣可以了解吧 因為Exponential他一起變大 那Exponential他一起變大以後 他那個 他分之幾 那也是一樣 因為分母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不管是哪一個 數值 不管是哪一個 不管是哪一個 Sample 他都預測 最大的地方 是NavSemi 對吧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他總是預測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 這跟我們前面這個結果 是不是差很多 這跟我們前面這個結果 是差很多 所以難道是 難道是沒有預測能力嗎 有 有 有在哪裡 怎麼樣看一點點 怎麼樣看一點點 我看太多 他的平 你說數值還是不太一樣 有時候 這個跟 有時候這個數字比較大 有時候這個數字比較小這樣嗎 可是 他的結果還是有一點點 像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 也不太像相似度 好不好 這個可能也不能叫相似度 他有沒有預測能力 必須誠實的講 看起來是有的 舉例來說 這個Sample 這個Sample 比起這個Sample 這個Sample 比起這個Sample 他是不是 AI 看起來更認為 他是Stami 可以嗎 更像 這個機器率就更大 對不對 你看這邊是-1 那 這邊是0.93 這邊是1.81 所以 他看起來 以這個Sample來講 他比較認為 他是Stami 對不對 那以這個Sample來講 他比較認為 他是NobStami 雖然說 從最大值的角度來看 最大的還是 NobStami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悲劇 為什麼預測結果這麼悲劇 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用之前推導的方法做答案也是一樣的 好不好 差 差不了多少 大部分的狀況下 他還是預測NobStami 好 我來跟大家講 大家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類別不平衡問題 在我們今天上到這節課以前 我們在做什麼 線性回歸 沒有類別不平衡問題 邏輯式回歸 有類別不平衡問題 可是 基於我的 Data設計 我沒有讓你們提早遇到 類別不平衡問題 什麼叫類別不平衡問題 來 這個 來 類別不平衡問題是 今天 在最開始的時候 今天在最開始的時候 今天在最開始的時候 NobStami跟 Stami還有 還有 NobStami的病人 他們的比例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他們比例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好了 今天我想 在座的各位應該都有良民證 你們有良民證嗎 你們怎麼可能沒有良民證 你們沒有良民證怎麼可能可以進軍校 所以 所以 這裡可以有犯罪紀錄嗎 有犯罪紀錄可以進國防宣 應該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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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申請的 有犯罪紀錄不能進國防宣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喔 我跟你保證喔 我跟你保證 有犯罪紀錄不能進國防宣 好不好 那 怎麼了 小過不算犯罪 你被計小過了是不是 你是發生什麼事情的 小黃燈不算好不好 犯罪紀錄 有那個法院的犯罪紀錄 是 我意思是想跟大家講的是 今天 在台灣 至少百分之九 我不考的意思說百分之九十九 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都是 有良民證的吧 就申請良民證會真的有的這樣 是良民這樣可以嗎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吧 這樣可以齁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 那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設計一隻AI 我要設計一隻AI 我想要看你的臉 看你的臉 然後或者是 拔你的麥 決定你是不是 良民 那隻AI是不是其實只要做一件事 一律說是 他準確度就很高 對 對吧 對吧可以了解嗎 他其實不用做預測 我就講是就對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所以你去這個 所以你去這個 給人家算命的時候 對不對 那算命老師說 啊我看的臉 你大概這輩子是沒有犯罪紀錄 你會很尊敬他嗎 不會 為什麼不會 所以你真的有犯罪紀錄喔 有 當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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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 沒有 沒有吧 有用啊 有用 你們都有用 對不對 我預測準確度 是不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敢保證應該有百分之九十吧 統計一下 蛤 統計一下 來那個 沒有用低卡的舉手 沒有低卡 APP的舉手 欸 兩個 你看 這樣我預測準確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我這支AI應該還蠻準的吧 你還問嗎 蛤 我問有的舉手都沒有意思啦 那個有的不好意思舉手啊 對不對 我又不是問 欸 我 這個 我又不是問那個什麼 對不對 我是 我那個 你們知不知道人家美國做過個實驗啊 問你們有沒有訂閱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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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刊啊對不對 不然訂閱 訂閱率其實不是很高 大概訂閱率只有一點 那問說有沒有訂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經濟學人啊 欸 訂閱率怎麼 好像比一週刊還要多 啊可是跟銷量成 跟銷量完全不可 那個 不一樣啊對不對 那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有訂的人 通常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有訂一週刊啊 對不對 我也很喜歡看一週刊啊 但是 這個 我就不想要讓人家知道啊 啊我就想讓人家知道 我 我會看 我會看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 New York Times啊 對不對 我就想要跟人家知道這些東西啊 所以啊 你 你現在問大家 有沒有 有著舉手 這個大家多半是不會舉手的啊 好不好 不然雍恩我們要不要試一下 好 雍恩你同不同意問 來有用低卡的舉手 問 你看 欸我 你看 你看我 我感覺 我感覺有很多 不是舉 沒有舉手的人 你要怎麼驗證 我們沒有舉手 沒有舉手 就只有舉手 好 來 來 我現在 有用低卡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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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看 為什麼我現在 我準備要驗證的時候 大家都真的都舉手了 對不對 我正準備找一個 沒有舉手的人 把他手機拿過來 看裡面有沒有低卡的 對不對 沒有啊 這方法不科學 這方法不科學 好啦好啦 我 我 我們現在扯遠了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今天 真實世界 有很多問題 我們其實不需要會預測 我們其實不用預測 我們只要用盛行律就可以預測了 我們一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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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台灣人 大部分都是 好人 對不對 大部分都有良明證 這樣子這個AI沒有用 這個AI其實沒有用喔 所以AI如果要有用 那怎麼樣 你能不能講出我每一個 每一個人有良明證的機遇 好 舉例來說你可以講出來 好 你的臉看起來就 很壞 你覺得你看起來很壞喔 好 那你是百分之八十 好不好 你是百分之八十是良明 那 這個 你的臉 你的臉 看起來就非常可愛 對不對 算了這樣會被人家告辛騷 你的臉 看起來就很涼 對不對 你百分之九十 然後我發現啊 我講百分之八十的人 真的 真的 良明的比例 比百分之九十的人 來得低一點 不用低很多 但是有低 這樣至少我才能說明 我有預測能力 對不對 所以啊 內別不平衡問題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你在 當你在 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要非常小心 你要非常小心 你的AI的準確度 不見 你AI 在預測準確度的時候 這個 accuracy accuracy 這個指標 可能第一個 他不是一個好指標 第二個 你在建model的時候 避免model 去做這個選擇 避免model 因為 類別這個東西 類別比較多 他就一律預測 都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解決的方法是 首先第一個 我們在應用這個model的時候 我們要決定切點 我們要決定切點 在這裡我們demo了一個 使用Rate跟QTC 去預測LVD的一個model 關鍵是切點 如果我們選擇的切點是0 我們選擇的切點是0 我們得到的答案可能還可以 如果我們得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去控制他的切點 來讓他有不一樣的結果 這是不是就是上一節課 我們在最後去demo的 ROC Curve 他預測出來的機率 他預測出來的機率 如果 他預測出來的機率就是 就是有大有小 他預測出來的機率 我們把它貼過來 他就是有大有小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2當切點 2以上的叫做有病 也可以用1當切點 1以上的叫有病 0當切點 0以上的叫有病 我們通常把這個東西叫陽性 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個 要做COVID-19的診斷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PCR PCR說你是有 那你就真的有 快篩的結果 快篩 positive 快篩就是快篩陽性 快篩陰性 診斷工具 或是預測工具的結果 你就可以把他結果 當作陽性或陰性 那有病沒病 是真實的結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關鍵是切點 你可以用不同的切點去 去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 好 所以啊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 呃就是 你可以在驗證組裡面找切點 這個我上一節課去demo過了 我上一節課去demo過了 你可以找到一個切點 他有最大的敏感度跟最大的特異度 然後把它放在我們testing data上面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 好 我現在要 我現在 就要來做 原來的問題 AMI 我要Rate跟QTC來預測AMI 我用Rate跟QTC來預測AMI 然後我做一下我的model 我做完我的model以後啊 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做預測啊 我們來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子的喔 我們要使用 我們要使用 non-stemming的機率 去預測他是不是non-stemming 用stemming的機率 去預測他是不是stemming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第二個類別的機率就是non-stemming的機率 第三個類別的機率他就是stemming的機率 你會發現 如果你只看AUC的話 他其實是有預測能力的 他預測AUC 這個圖啊 大於0.5 AreaUnder curve大於0.5 這樣 這個敏感度跟特異度 如果都是0.5的話 代表沒有預測能力 對不對 就是這條線 代表他沒有預測能力 現在中間 現在中間是藍色沒有預測能力 這條線代表沒有預測能力的線 如果是紅色線 你會發現 他的敏感度跟特異度 可能大概都是0.6 他是有預測能力的喔 他不是沒有預測能力的喔 AUC ROC 他可以去解決類別不平衡的指標問題 他拿他來當預測指標 是一個可以抵抗類別不平衡的一個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條件幾率 什麼條件幾率 有病的人裡面 你判斷他有病的幾率是多少 沒病的人裡面 你判斷他沒病的人幾率是多少 這是一個條件幾率問題 有這個條件幾率你就不用管有病跟沒有病 他的比例是多少 那比例是1%也沒有關係 比例是1% 你問那有病的人裡面 陽性的幾率是多少 這個跟1%無關對不對 他已經有病了 所以這跟1%無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來 類別不平衡問題你要解決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可以 你本來Label1的人有5 是Label0的人有5倍 你可以把這份Data複製5倍 複製5倍再進行training 這個東西叫Oversampling 這個方法很重要 你遇發現你的Data有類別不平衡問題的時候 請你一律使用Oversampling 這個對線性預測模型 作用不明顯 但你要記住這個技巧 這個技巧在之後做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的時候 在第10課以後的方法 這樣的一個技巧 會讓你的Performance上升非常非常多 會讓Performance上升非常多 這邊我就不貼語法啦 我想我貼語法大家也不會知道 好 我們來做一個課程小節 我們講完這個部分 我們就讓大家休息啦 好不好 剛剛還沒有把練習題做出來的同學 可以趁現在把練習題做完 電腦不能用的同學 那我們就只能下課啦 好不好 來 我們今天的課程小節是這樣子 我今天教了大家Softmax Regression Softmax Regression的核心就是Softmax函數 你需要把它用Softmax函數把線性回歸 跟Softmax Regression做一個 等於說做一個連結 好 另外你應該有學到類別不平衡 我們該如何處理 下一週我們會教最後一個線性模型 欸不是下一週抱歉 下下週 下週停課 下週真的停課喔 26號停課喔 好不好 10月26號停課 下下週我會教大家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完整的推導過程 如果你是研究生 你可能有 在Paper上面曾經看過這個model 可是 就我的經驗 我還沒有教過任何一個學生 在教下一節課以前 會推導這個方程式 因為這個方程式不好推導 這個方程式不好推導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反正下週不用上課嘛對不對 請你花些時間 先看去年的這一節課的影片 再來聽課 你會覺得效果好很多 因為這個方程式 下一節課 下一節課是我們整個學期裡面 第二男的課 今天這節課我會覺得算相對簡單的課 今天這節課我會覺得算相對簡單的課 今天嗎 對 下一節課 下一節課是 整個學期第二男的課 那第一男的課 第一男的課是知識相當級 大概在學期末的時候我們才會教到 最難的課在這裡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兩節課是 這兩節課是 你今天 今天算簡單的喔 今天真的算簡單的 如果今天還聽不懂的話 那代表你可能有些gap 最難的課在這裡 14-1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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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相當級它難到什麼程度欸 難道我需要分兩節課來上 知識相當級這麼難 知識相當級非常的神奇 會不會簡單呢 其實你也不會想 好 這一節課 相對難喔 這節課相對難 這節課是最難的 這節課是最難的 這節課 相對難 這節課是第二難的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 先看影片 下下個禮拜的時候再來上課 好 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